北市有一名男子带枪入住旅店 还嚣张的呢 疑似是把枪支就插在腰间 被民众募集之后报案 警方调阅监视器锁定男子的身份 想趁着男子回到旅店时带人 而男子一看到警方就心虚落跑 但最终还是不敌警力被逮 原警也在他房间之内 搜出了一把改造手枪以及石包大麻 回到旅店发现警方正在走廊盘查 翁信嫌犯突然心虚穿越警方 快步逃逸 警方拔腿狂奔追了上去 而嫌犯从走廊跑到逃身梯 警方一面追人 也一面叫多的警力下到一楼 来个双面夹击 最终嫌犯不敌又是警力落网 警方也在他的旅店房间内 搜出了改造手枪以及石包大麻 而他之所以会遭原警锁定 全新位入住前行为太诡异 警方怎么会知道嫌犯带枪入住呢 原来是民众检举说看到一名嫌犯 情形很可疑 调阅监视之后也发现 这胖胖的嫌犯腰间藏着一把枪支 带枪带毒投诉旅店 就发生在台北市林森北路 公信嫌犯落网后公称 枪支是一年多前跟朋友购买的 只是用来耍帅和防身 警方也怀疑嫌犯在原警到场前 就已经将其他的毒品转卖出去 也要溯源追查 但嫌犯会落网也怨不得人 只能怪自己行为太嚣张 记者成长杨文豪台北报道 自己没按照规定戴口罩 还硬要上门消费 来看到新北市三重区 有一名男子要到美容院剪头发 不过因为疫情期间 店家只接熟客婉拒了他 没想到男子心生不满 事后没有戴口罩 试图要闯进美容院 还在店面的玻璃门上写字挑衅 美容院老板被吓坏了 赶紧报警求助 而警方上门了 他还炉了15分钟才离开 黑衣男子没戴口罩 在大街上晃来晃去 还时不时对着美容院里头 探头探脑 拿手机四处乱照 甚至没戴口罩 闯到美容院里头 这样的举动让老板娘吓坏了 当场报警求救 军律说他剪头发 然后我们是跟他说 我们只有做熟客的预约 可是他就是赖着不走 他也不戴口罩 然后后来就有报警处理 之前是就会晃来晃去 故意在那边晃 然后昨天又是跑 也是站在店门口也是很久 美容院老板气得在脸书上发文 写下事发经过 表示这名男子上门说要剪头发 店家表示疫情严峻 现在只做熟客生意 结果男子一气之下 脱下口罩和店家理论 店家报警后还不愿离开 跟远警大小生 原以为事情告一段落 没想到接下来一个月内 这名男子陆续来骚扰美容院 甚至脱下口罩 在玻璃门上写字挑衅 美容院表示这里的客人 都以女性为主 这样的行为已经严重 影响到他们做生意 因为我常常看到 因为他不戴口罩 警察就是会拧检他 他之前就是在这边跟他吵架 就有点大声 我几乎一个礼拜可以看到五六天 就是应该住在附近 警本分局派院前往 以规劝该民众戴口罩 并紧急离去 警方对这名男子并不陌生 因为他常不配合戴口罩 还四处骚扰周遭居民 现在警方已经搜证 以请卫生局进行裁罚 介绍了周中林新北市台湾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